大家好 三角梅是非常耐修剪的花卉 我们经常给它剪 灌服更加饱满 分枝多 下次开花才会多 我这颗三角梅修剪过后 过了五天 就冒出了非常多的新芽 修剪过后 就是用了塑料的富豪肥 一小勺 精英的撒在盆面就行了 三角梅是比较耐修剪的 我们修剪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枝条仰状 变成木枝画再给它修剪 后期呢 这个枝条 蒙发的新芽 撞多 接下来呢 一小勺塑小富豪肥 好了 喜欢三角梅的花园们 我们经常给它剪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枝条长得更多 株形更薄满 开花才会多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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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